C3超入门 如何建立一款类似Mario的游戏 第四集 哈喽你好大家好 我是综艺始终游中飘逸的艺 上支影片中 我们已经替主角重新着装 从正方形 黑色方框 变成有头有力的人物 这次我们要设计游戏的目的地 通过关卡 话说回来一款游戏就该有目的地 以Mario来说 让他最后抵达旗杆 抵达城堡 甚至抵达库巴身后的那把斧头 揪出公主 都是游戏的追踪目的 上面这件事情 有两个设计要素 第一个是代表通光的标示物 好比说旗杆 第二个 则是抵达之后 如何告诉玩家 你已经通过关卡了 那就让我们先从第一个要素开始设计 首先是 画一个旗杆 如同之前提到的 我会用PowerPoint随手画一个 用长方形当成杆子 选择颜色 用三角形当成布 选择颜色 将两个物件群组化之后 就可以按右键 输出图片咯 接着回到C3 我们要建立旗杆的Sprint 现在画面的空白处 左键连点两下 建立物件 选择Sprint 给它一个Flag的名称 按下建立 下一步 针对这个Sprint 在动画编辑器中 开启图片档 把我们刚才画好的旗杆图片套路 稍微调整一下Sprint的大小以及位置 将它放在终点的位置 好的 旗杆就设计完成了 这个时候你的主角如果跑到终点位置 就能够看到这个旗杆 但是还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设计通关这个事件 所以 接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设计通关的场景 第二件事情 则是编写场景切换的程式 通关场景很简单 我们就在画面正中央 写上一个大大U-Win之串 那我们到右方的Project小视窗中 Layout的资料夹上 按右键 Add Layout 新增一个Layout 并且包含EventSheet 接着在中央编辑器视窗中 左键点击两下 新增一个 让我们先回到下方 找到Text物件 这个物件可以显示一段静态的文字字串 先让我们调整该物件的大小 接着到Size栏位调整文字的大小 然后到Text栏位填写文字 U-Win 最后调整文字对齐位置 水平以及垂直都是Center 也就是置中 字体是出体 也就是Board 好 场景算是设计完毕了 第二件事情是编写场景切换的程式 这里要做的事情是要做 当主角碰到旗杆就切换到U-Win的场景 所以触发条件是当主角碰到旗杆 而触发行为则是切换到U-Win的场景 所以老话一句让我们开写程式吧 让我们点回Eventure One中 在程式视窗内 按下右键点选Add Event 接着选择主角 搜寻Uncollection 找到Uncollection with another object 也就是当主角触碰到其他物件时 来当作触发条件 所以我们要指定触碰到旗杆 触发条件完成了 接着是触发行为 在触发行为中 则是要切换场景 转换成C3的程式 则是要从System中搜寻GoTo 找到GoToLayout 也就是切换到某个场景的行为 选择刚刚建立好的Layout2 好的 这样一个抵达目的地的触发事件也就完成了 一样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进行测试 让我们的主角快速的走到旗杆前面停一下 轻轻的触碰一下旗杆看看结果 很好 我们成功的显示YouWin 有这个字串的场景啰 然后你就会发现游戏停住了 因为此时游戏阶段停留在YouWin的Layout2 而没有返回到游玩的Layout1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简单 写个程式 当玩家在Layout2中 按下按键的ESC键就会回到Layout1即可 如果说你都有跟上前几集的说明影片 你就会知道如何透过Keyboard 当作触发条件 结合这集的GoToLayout达成这个需求 要注意的是 ESC键跟Enter键在C3之中属于透数按键 必须在下方的列表中手动选择 这一整个 透过ESC返回游戏阶段的具体实作方法 这里也就不赘述了 请你当成回家作业之行研究啰 不过呢 完成的结果就会像是这个样子 到了YouWin的画面 玩家可以按下ESC键返回游玩的阶段 OK C3超入门 如何建立一款类似Mario游戏第四集 讲解完毕 感谢您的观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